南投县议会召开电启会宪政总质询 县议员林永宏、张志明、赖燕雪、许爱干等多议员 皆肯定林县长、行动县长的积极与努力 但也期盼了县佛团队多持县长领域、提升效率 林县长表示,县佛团队在这一年来均相当努力 但能有改进空间 在团队效率上,县佛将更加加强对议员及人民反应事项的列管与执行 针对陈旗案件,将指示团队于收监后两周内给予答复 我们就将来,我要要求我们县政府的团队 包括局处长、科长、承办人员 在人民请托案件、拜托的案件里面 我想都是我们要以从宽的处理态度来解决民众的需要 对法令没有很明显限制的 或是说老百姓来承请的都是法令不准的东西 我们也要想办,来替他们解套 如果需要承报中央的,我们就照报到中央来寻求解决的 这些问题,我想都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因为过去的法令限制的太多 尤其县政府的财政又这么的穷困 所以要达到非常满意的成绩 我们是还要再努力的来争取经费 来开发财员 才能够老百姓所曾请的案子 我们才能够一一的为他们解决 县议员赖燕雪除了肯定您县长上任后 积极认识用心市政卫 以关心县府财政收支问题 希望县府能尊杰开支 避免有浪费工努情势 我是建议县长能够将预算能够三列 将钱用在需要继续用的地方 那么我相信说县长应该也听得下去 我们议员的一个建议 所以看到那个报纸的一个刊载 我们县长是一个接客县长 我非常的压抑 所以今天在大会总咨询当中 我提出来跟我们的县长探讨 也得到县长投资的一个答案 希望说未来备而不用 也希望说将我们的经费 真的落实到我们的照顾 我们的福利 照顾我们的基层 我想让我们的县民有感 才能够作为一个领导者 真正想要做的一个事情 会中许与原关心 福利与新北梅评价社区 福星温泉区进度 前者经县府与居民多事协商 引领提出专案难受计划 让居民成购 并享有折扣 租金折扣等优惠 目前县府与新闻营建署 咨询意见 或者则继续推动 目前已获中央核准开发 并公告土地征收 将于公告期满后 进行补偿地上物调查 即发放作业 再进入实时的开发阶段 同时规划专案管理委托服务案 由居商业者优先配售